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十二生肖的这个所谓的天干地支 然后呢里面呢还包含着所谓的五行 就是配合成属于你的最疲惫的朋友或者是伙伴 那么三合来讲的话就是在十二生肖当中呢 有三个生肖呢是和你相当的疲惫的 六合来讲的话就是更加perfect 它就代表是key part呢 你的这个心灵上的这个伙伴 假如你的工作领域来讲的话呢 合作的这个伙伴啊或者是你的上司啊 这么巧是三合是六合的生肖的话呢 恭喜你这些生肖朋友呢就会是你的贵人咯 那其实所谓的三合六合呢它其实是不会变的 那什么叫做三合呢 大概来讲的话有分成四个组合 一个呢就是猴子老鼠跟龙 这三个组合呢组成的就是叫做水菊 另外一个呢就是虎马跟狗 这三个组合呢组成的就是火菊 另外一个呢就是猪羊跟兔 这三个组合呢组成的就是木菊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蛇 鸡跟这个牛呢组成的就是金菊 当然这一些组合的话呢 它本身呢能够带来好运 大家商量事情来讲的话呢会比较和谐 另外的六合呢就包括老鼠跟牛 虎跟猪 然后呢鸡跟这个龙 还有这个兔子跟这个狗 蛇跟这个猴子 这个就是所谓的六合了 所以呢它是不会变咯 其实呢很多朋友呢都会听到父母亲告诉你说 最好呢就是找三合跟六合的朋友呢 跟你一起做生意 这个所谓的三合六合只是根据你的生肖 当然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你的生肖 没有找到三合跟六合的 但是如果你出生的那一天就是你的热注 这么巧是三合跟六合的话呢 这个其实更加的确实棒 如果这么巧你的那个另一半 或者是你的合作伙伴的话呢 这么巧是三合跟六合的话 我就建议你大家呢可以把你们心里面 所想的东西 想要做的东西都拿出来说 你们很容易呢就能够达到 合作的那个compromisation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来讲的话呢 做什么事情呢都会呢 事半功倍咯 其实呢配戴这个事物呢也是可以帮助呢 提升你自己的运气的 比方说假设你的霸子呢是要水的话呢 那么你可以考虑呢就是带猴子老鼠龙的 这三个生肖的这个配饰 它可以帮助你增加这个水运 假如你霸子呢是需要木的话呢 你可以考虑呢带这个猪兔跟这个羊呢 它可以帮助呢合成这个木局 就是你的木所以呢简单来说的话 你是可以佩戴这个所谓的配饰呢 加强或者是间接上的加强你的个人的运势的